专家解盘 投资比奥看太短 布局明年首际行情 出现了一个特色 另一支的机构法人 他们在年底之前是结账 从11月18号到昨天为止 投资就卖了140亿的股票 所以几乎可以说天天卖 所以这个盘有点被压住 今天有一个媒体他就报导了 说陈英玲希望我们的友达能够登陆 那么另外又有一个媒体的新闻 元月份开始 所有的电视的面板 这是大尺寸 这加上监视器的面板 这两种面板的价格通通涨价 我们看到了友达率先上涨 奇美也涨 彩晶几乎涨了半根停板 华映也涨 我现在给很多我们东新闻的朋友 一些建议了 要投资的话不要看太多 不要只看到年底作章 你要看的是明年的Q1大行情